听了你们两家公司的方案 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至于跟随合作 我会再振着振着 江绍的计划书做的可真是详细 看来是有备而来 不过我很好奇 江绍是怎么知道我在处乡验见赵总的呢 这不还多亏了纸墨啊 他听说赵老板要来凌晨 第一时间通知了我 天宇 这次咱们可是公平警察 江绍可真是会开玩笑 纸墨每天都跟我黏在一块 他有没有通知你 我会不知道 奶妹 略略奶茶林锁定的赵老板 最近要大批采购上网查业 林直播知道这个消息 已经告诉了顾天宇 要是不想失去这个大口符 你知道该怎么办 我凭什么相信你 机会就在你眼前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万一你是顾天宇 还来算计我的 机会就在你眼前 不相信我 可是你的损失 我凭什么告诉你呢 不见语 别以为你有了林直播 就一定能赢得我将军 哎 生意不成人一在 大家没必要因为一次合作 闹成这样 赵老板说的是 就像有时候输赢早已注定 我会因为一次侥幸而感 我顾天宇 还是很有耐心等下去 听说今天有特大暴雨 直播要下暴雨了 你让赵琴送你回家 赵老板 跟您谈说 你还惦记着他的女人 这般三七二 您把这个意交给他 您放心吧 抱歉 赵老板打断了商台 我自罚一杯 我觉得自罚就没必要了吧 你一向来是生意第一女人第二 我看你的心思都在 林直播身上吧 哎话不能这么说 实话告诉你们俩了 我和我夫人关心就特别好 这次投资开连锁店 就是想纪念我们俩 在奶茶店第一次相遇的事 打扰了这位小姐 我着急去办事 再等司机来接我 他去举车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你知道在哪能叫到出租车吗 这个地方很难叫到车 您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们有车 可以先送您一趟 我们好意思打扰你时间 没关系 反正我们也没有其他安排 这天看着就要下雨了 你快上车吧 刚才看到天宇给太太打电话 我觉得特别温惜 面对这么一大单声音 她还没忘了关心太太 从道理上讲 你们不分上下 但从感情角度 我决定 把这次合作机会 交给天宇 感谢您对故事集团的信任 赵总 赵总 他跟林主播就是假结果 他一直在骗您 江少 没有一期之后 可不能随便说 我可以作证 少爷 好久不见 小云 在顾家工作了十几年的女佣 天宇 这件你承认吧 那又怎样 自从林纸墨嫁到你家 你们一直分床水保持距离 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夫妻 该有的样子 对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顾总 这话可是真的 他这些可都是演给外人看 刚开始确实是这样 不过 堂堂顾家大少爷 竟然是一个伪君子 还说什么夫妻恩爱 赵总 您可别被顾天宇骗了 他这些可都是演给外人看 既然这样 合作的事 我就再考虑一下 老公 你怎么来了 路上碰到一位找不到车的女士 没想到 既然是赵总的夫人 老公 咱们司机第一次来凌晨迷路了 还好路上遇到纸墨 我才及时赶到的 赵太太 真有这么巧吗 林纸墨 你不会为了帮顾天宇 连赵太太都发解了 年轻人 说话要有分寸 刚开始遇到纸墨的时候 是我主动要他帮忙的 老公 路上的时候啊 纸墨讲了他和顾天宇的一些事情 那些细节啊 很浪漫 好幸福啊 我一看到天宇和纸墨就想起了我们两年轻的事 是 老公 要不然我们就跟故事合作吧 我喜欢纸墨 也想交他这个朋友 我本来也打算跟天宇合作 赵总 这合作的事可不能感情用实啊 您是知道的 而且 女人动什么 他们的话可不能听 江少 你别激动 以后也许我们还有合作机会嘛 大家难得聚在一起 来 干一杯 好 赵总这个大客户就这么被顾天宇给抢走 不过 这顾氏集团 也没有表面看得那么坚不可摧 你指的是什么 给你打匿名电话的那个人 很有可能 你就是顾天宇身边的人 没错 但是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知道答案 我再找不出来不就行了 喂 小李 我现在给你个电话号码 限你三天内给我查出来 到底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到底是江城太笨 还是林志摩太幸远了 这样都不信 我是江城 那次那个匿名电话我已经查到 是你打给我的 所以呢 我想跟你再合作一次 我有个办法 保证这次能把赵老板抢过来 你说 我等了你好久啊 欧阳律师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说出去 我就再也不会帮你 我就是很好奇 顾天宇不是你的人 你为什么要出卖天宇 我不是出卖天宇 我只是不想让林志摩立功 赵老板是林志摩推荐 要是生意坦诚了 就是他的功夫 再这样下去 所以我就胖口比赛了 何安文欧阳律师喜欢顾天宇 很多你 看来是真 你别废话 我把赵老板的酒店住址 和房间号给 你一定要说服他 不要跟故事集团合作 而且 要让林志摩飞锅 很好 哎呀 路章也这么大云天的带什么墨镜 这不是江城的女朋友 冯家雪吗 我记得外界传闻 她已经怀孕了 江城才答应娶她的 她怀孕是假的 今天晚上那个打扎鞋可真好吃 你看那个鞋口真饱满 等咱们再来凌晨的时候 还要去那家吃 好我同意 你看隔壁的房间 怎么没没锁了 不会是见了贼了吧 你去看看 哎教授这是干什么 不不要管我让我去死 就算生意谈不上你也不能这样啊 不是因为失去纸墨 不知道怎么继续互相 哎 那个纸墨不是和顾天语是夫妻吗 我真是挺糊涂了 来这怎么来 下来下来下来聊来来来来来来 小心点 全林城的人都知道 我和林纸墨在一起七年 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唯一 可就在半年前我和纸墨的婚礼上 顾天语突然出现 把他带走 这事 这事我倒是知道 但是不是你先毁婚的吗 那是因为我突然发现 林纸墨竟然脚踏两条船 他一直瞒着我在私下跟顾天语交往 我认识的纸墨 不像那种心机很深的女孩子呀 如果不是这样 顾天语怎么可能会出现 他又怎么可能会跟顾天语走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恐怕要厌世很久很深的感情 才能做得出来 哎呀 看来这林纸墨 还真的同时在跟两个人交往 你不是真人 你不是心 喂赵太太 我刚开完会 听说赵总要跟僵尸集团合作了 他怎么突然改变福利了 是 纸墨 我们老赵挑起合作对象 对人比要求很高的 你以前跟江城 顾天语无时交往 才搞出抢风的事情 你这样的女人 也没办法成为我的朋友 是谁跟你说我脚踏两条船的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是在诋毁我